望线之星河滚烫 第十六集 夜半惊魂 你呀 真是很执着画这幅画 慧兰奶奶看着魏无线 小心翼翼收起来的画纸 笑了笑 魏无线垂眸笑了一下 脑海里书弟闪过那些片段 抬眸问道 奶奶 你说真的有钱是金圣吗 慧兰奶奶轻轻地点了一下她的额头 说 这脑袋里又在想什么 稀奇古怪的主意 嘿嘿 魏无线收拾好东西 跟奶奶道了别 出了门 坐上了公交车 望着车窗外倒带一般的景色 脑袋里那不切实际的想法愈发的强烈 新的学年开学 原本以为和以前一样 平平淡淡 水汁开学第一天学校就宣布 会在第二周进行分班考试 这比往年足足提前了半个学期 消息一出来 班级里哀嚎一片 放学的路上 魏无线难得的少话 蓝忘机有些不习惯 问道 今天怎么不说话 啊 今天聂小小问我以后要报什么大学 我一直觉得高考离我们还很远 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以前成绩没上去的时候 只想着能上二本就好了 至于考哪里 考什么学校 他还没想过 现在想也不迟 蓝忘机说 那你想考什么学校 魏无线问 A大 哦大那是多少人的梦想呀 前段时间有个街头访问 路人十有七八说的就是A大 那可是个人节地灵的好地方 A大所处的A室 是一座既有特色又不失现代化的一线重点城市 文化敌人深厚 A大啊 魏无线突然有些心情低落 他现在的成绩上一本没问题 可是A大有点 别想那么多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魏无线点点头 他想现在定目标 应该不算吃吧 A大有点悬 那绝A室也行 毕竟那里的学校随便拎出来 不是985就是211 还没到家 魏无线已经把目标定好了 而蓝忘机却担心了一路 分班考的成绩出来了 魏无线分到了二班 班主任还是老徐 还有好些熟悉的面孔 比如念晓晓 比如蓝忘机 兴许是受环境影响 大家都有了奋斗目标 整个高二学年 学习的气氛更加的浓重 魏无线的成绩又进了很大一步 老徐高兴地连着表扬了好几次 当然他把这归功于蓝忘机身上 认为是蓝忘机带动了魏无线 魏无线撇撇嘴 偷偷瞄了瞄蓝忘机 好像也对 高三的晚自习要到九点半 下了课 魏无线会习惯性地跟着去蓝忘机家 看书做卷子 等回到自己家 都要十二点了 早上七点到学校上早自习 开学才一个月 魏无线便觉得自己的黑眼圈与日俱增 每天课间休息便转进时间补绝 有时候上课了想起他才醒来 发现自己已被一张张试卷给淹没了 高三最不缺的就是试卷 做不完的试卷日复一日地过着 偶尔也会有倦带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魏无线 就像拖了缰绳的马 连着两天晚自习被老徐抓到在操场打球 老徐苦口婆心地讲了一堆大道理 奈何魏无线的情绪 正处在灰色的临界点 游言不尽 蓝忘机默默地收了书包 拿起被老徐扔在角落的篮球 拉着魏无线出去了 留下老徐一个人在教室门口气得不轻 却又没办法 连叹了几声 冲着已经到楼下的两人喊道 你们两人今晚给我好好打一场 明天再这样我就 我就记过了 当然他就只是喊喊而已 你就这样拉我出来 看把老徐气得 魏无线一边说一边回头看 老徐还站在走廊上看着他们 没事 他也就吼几句而已 打球还是回家 当然是继续打了 走 你陪我 好 回家的时候 他们走了沿河的小路 漆黑的夜灰暗的灯光 有个披头散发的人站在河边 夜风拂过 着实很诡异 你说他该不会想不开吧 魏无线盯着那身影 只觉得有些恐怖 万一他们经过的时候 刚好那人转过头来没有脸呢 想着想着下意识地往蓝忘机身边靠了靠 抓住了他的手臂 蓝忘机侧过头看着他 待他们快要走近时 原本那诡异的身影忽然动了起来 冲着另一个方向的人喊道 你们是哪个班的 紧接着就听到几声女声的尖叫 吓得魏无线一阵哆嗦 脑海里已经脑补了几十万字的案发现场 蓝忘机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被魏无线拉着疯狂往反方向跑 给我站住 身后有中年男人的咆哮声 快跑 是教务主任的声音 他们身后跟着一对学生 你们是谁 干嘛跟着我们 魏无线头皮发麻 边跑边问 我 我们 算了算了 魏无线摆摆手 你们往那边左转 有一个楼道 楼道后面就是大路了 走 魏无线拉着蓝忘机 往另一个方向 这附近他算熟悉 轻而易举的就拐进了一栋老旧的楼房里 楼梯很狭窄 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 你我也会认识 我如果怀疑 那双孔 我怀疑 疑